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A,B,C,D 這是B 這是C 這是DR 這個四根血 材質密度都相同 A,B的粗細一樣 CD粗細一樣 就是A,B的粗細是一樣的 A,B比CD細 也就是說這個是粗的 這兩個是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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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是細的 現在他說用手指與P點 這樣一彈 他問音調的高低 所謂音調高低就是說 你頻率越高的話,音調就越高 頻率高的話,音調就高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 因為它產生聲響的時候 它上面會形成鑄波 那形成鑄波的話 我們假設 它們都是基因 基因的話 就是最主要的頻率 基因的話 就像這種 這個不動這個不動 像上下躺 這種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們基因的話 都是N等於1 都一樣的話 那代表它們產生的波的波長 是一樣的 但是它們的波數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曉得那個波的速度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F除以μ 那F呢 是這個繩子的張力 那μ的話是單位長度的質量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張力越大的話 你頻率就越高 這個拉力越大的話頻率就越高 然後的話呢 你如果越細的話 頻率也越高 越粗的話 頻率就越低 你看我們在彈那個吉他 你看那個弦比較粗的話 彈起來的話 聲音的話就比較厚重 比較低層 就是說那個弦的話 比較粗的話 會比較低層 那比較細的話 它就會比較什麼呢 聲音會比較尖 音調的話就會比較高 那我們來看看 那個頻率的話 就音調 頻率的它的排序 首先我們把什麼呢 那這個我們曉得這個 頻率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是 V除以λ 他們是假設 他們都是基因 他們都基因的話 而且這繩子長度一樣 所以的話 這個λ都是2分之L 這個半個波長 所以這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跟 V它乘正比的 它跟F的開根號 跟μ的開根 跟它乘正比 它跟它乘環比 開根號乘環比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繩子呢 就是說張力最大的是哪一個 最大是這個 這個它有四個 這是二十公斤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十公斤 這也是十公斤 這五公斤 如果看F的話 那應該多少 應該A最大 然後大於b 大於就是c 那b跟c來比較的話 它輕省 輕省的話 頻率會比較高 縱省的話 頻率會比較低 所以它會大於多少呢 c 然後這個繩子張力的話 這個是十公斤 這五公斤 所以這個頻率會比較高 大於多少呢 d 所以答案是abcd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a 谢谢大家